你的這個磁力圈是從北溪這邊繞到旁邊 繞到南溪 這個磁力圈旁邊 因為它的這個分布不均勻 旁邊宇宙受限打進來 宇宙受限是帶正面用帶物電的地址 打進來的時候它就會繞著這個磁力圈 它就會為何這樣震盪 要辦的話 我們這個住在地球表面的人 就會遭受這個宇宙受限 那是來自於太陽 或是其他的這個太空的這些 這個其他的這個磁色 那還好是我們有這個地球外面有這個機場 所以這些宇宙受限的人 他就造了這些 這些麥拉倫貝爾 這些這些麥拉倫貝爾 都在那邊 這個來回的去做整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麥拉倫貝爾 其實類似於這個我們講的這個磁瓶 感谢观看 地球外面有一些出場 地球外面有一些出力線 氮電核的例子 它會有螺旋狀 造成 Salsa Around the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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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 28.12瓶700瓶之類的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88.3瓶 Application-implement-charge-particle-moving-in-anate-grid 假如說我們在空間上面 它存在的除了瓷場之外還有電場的話 那拜天地址它會感受到的一個作用力 會有兩種 一種是來自於這個電場的影響的作用力 另外一種是來自於瓷場的影響的作用力 那這兩個都要把它討論進去 現在是來自於瓷場的影響 在空間上面的影響 是來自瓷場的影響 是來自瓷場的影響 是來自瓷場 所以我們是來自瓷場的影響 現在是來自瓷場的影響 就是在空間上面的影響 就是在空間上面的影響 也就是在空間上面的影響 然後我們在空間上面的影響 來自瓷場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看 如果有一個chump-partic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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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一个presents 这个电厂跟机场 如果这时候还有电厂 那這時候呢,它會感受到一個受力 Portal Pause Portal Pause 作用在這個運動的例子 這個帶邊的例子 可以寫成為F 是等於QE 因為有電場存在 那產生的電力呢 是電盒乘三浪的電場存數 它產生的磁力呢 是它的速度對磁場去做外機的運算 然後再加上電盒 所以這個是因為電場跟磁場都同時存在的時候 這個力量好,我們要撐出來 要撐出來,叫做Portal Pause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速成站這邊28.6 我們馬上可以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物理環境內 我們馬上可以看到 像以下看到的一個所謂的這個速度篩選器 Velocity Select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個 在這個 Velocity Select 裡面 你就會看到 這個帶電力進來 它單純存在 這個 有電場跟磁場的一個物理感覺 是 那是什麼 各種旁邊 還放在這块 就是 一邊 有兩邊 然後 那些兩個 有兩邊 其中也 速度塞點器 我們去對於特定的這個速度的代電粒去做塞寫 這個在我們這個速本上這邊 這個圖20.13 它是一個速度塞點器 我們也把它秀出來在螢幕上面 它是有一個電子這個離子圓 離子圓它可以挖射出這個速度的離子圓 有一個代分別的熱情從這個離子圓 發射出來還有一個速度塞 剛剛打到這個速度塞點器的時候 它突然發現它看到了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直立線是進我們的螢幕 你看它打叉叉進去的硬硬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看到它主在兩個這個明顯的金屬板在電流的平靈金屬板之間 那這時候呢 它看到了這個電場線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去考慮到螢幕 因為它看到 電場看到的速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這時候代正電的例子呢 它到這邊 按照這個QBXB的這個磁力 它的速度是朝這個方向 磁場直層進去QBXB 它會感受到一個磁力 是靠環境的 所以 磁力會想辦法讓這個地址呢 往左邊移動 那電場呢 這邊是高電位 這邊是低電位 那這正電的地址呢 它會感受到一個不能作用力 所以 這兩個力量呢 事實上是相抗能力 那麼 我們考慮到 我們考慮到 Positive Recharge 對 下方 穩定 慢一點 二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四 三 to about into a region ty mean to about into a region to about lower to about into a region that being 在外面 現在是從 右邊 這個出場,就像左邊 每來的背有D 先出了Page 他是進去的DM 這時候呢,他會感受到的實力 這時候,他的QE 就是 就是FE 應該是 如果我們去改變他的速度 在某一個速度 在某一個速度V 這兩個速度V 剛好 來自於電廠的速度 來自於電廠的速度 的作用力 跟來自於磁場的作用力 對 對 剛等了吧 那麼 我們QEV 事實上是等於Q V F F V 所以,因為 兩個錘子 應該V 是 我們得到的是 QE 是上次等於 QVV 在那個速度 V字 來 一起做 V 所以,如果 這個 離職 從底下離職 打出來的 戴生電離職 的速度 是等於 他的電廠強度 進出於磁場的強度 那 你就可以保證 這個戴生電離職 在 存在於電廠跟磁場的環境 他就離職了 所以就通過這一個 篩選器 維養電子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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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挑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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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 速度在眼睛這邊 它就不會墊子 但是如果說你 先今天 你的速度 比起 優惠力大 優惠力大 那麼這時候它就會變相左邊 因為 速度比起 優惠力大 那這次太平衡是 優惠力大 雖然可以 位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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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記起來,發力通 它就沒辦法通過這個速度塞檢器了 這個RIVE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它叫做速度篩選器 速度篩選器 在我們書本上,這個750位這邊,8點13的這個數字 我想就是說這個,我們這個禮拜因為明記教學多好 我們是錄影給各位同學 我們已經旁旁進入這個磁場這樣的一個領域 就像我這個上個禮拜 跟有來上課的同學提到 我們的啟通考因為這個COVID-19的這個疫情 那麼學校安排一個明記教學多在這個禮拜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這個啟通考事實上是往後摩 摩到下個禮拜四 下個禮拜四 要啟通考 考的範圍是到這個 27章 考到27章 包括R7電路 那麼這個內容呢 還包含有這個 我們第一次平常考之前的那些章節 所以 希望同學能夠用心的準備 其中考所佔的這個學系總統計的配比 因為這學期沒有國中文理會考 所以他佔的配比是30% 在提醒大家 希望所有同學能夠用心的準備 好 那我講我們這個禮拜聯機教學中的這個 錄演的這個課程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